在上一小节我们用不等式画出了弱热三角形 这一节我们尝试另外一个方式 利用圆弧跟点列来绘制 所以这边看起来像是一个曲线 其实它线上有很多点 我总共把这个曲线分割了180个点 这样180个点看起来就变成是一个弯曲的曲线 所以这边是一个180边形 这样子可以算出它的面积2.11 在往下算之前大家可以先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算这个弱热三角形的面积 把它想成三个六分之一的圆 那三个六分之一的圆算完之后 它有重叠部分 这三角形被重叠三次 但只要算一次 所以我们要扣掉两个三角形的面积 经过计算我们就会知道答案会是这个 1.5乘上π-3 算出这数字就大概是2.11 接下来我们就来画圆弧 圆弧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用CircularR这指令 通过CircularR我可以画出一段圆弧 使用三次就可以得到三个圆弧 把这段圆弧串起来叫做RC 通过呢 point-rc-k 接下来就要在RC上面建了很多点 建点的方式是通过point这指令 k呢它可以变从0到1 每次增加什么180分之一 这样子我就建了180个点 所以通过这个polygon 我这样子呢就可以把这图形画出来 而且计算出面积 那我们回到刚才的画面 这边指令比较长 我们就把指令列叫出来 那我一开始想要先画圆弧 C ABC等于CircularR CircularR呢就选选中心点 接着V再C 这样子呢就有第一段圆弧 接着我们再把它调整一下 改成VCA 好这边的话呢 也是VCA 好这第二段圆弧 接着再把这V呢改到后面 V改到后面 好对这样子第三段圆弧都出现了 这三个圆弧呢 我们可以先加出 让它看得起来明显一些 那接下来我就要在这圆弧上呢 标180个点 我先将这三个圆弧呢串起来 那落勒做出来的圆弧 我们把它叫做RC好了 RC等于大括号 C ABC CBCA C 然后CAB 我这样子呢就串了一个大圆弧 好 那接下来我要在RC上面切180个点 我可以通过呢 这个Sequence Point RC K K 让它从0到1 K 现在如果想要做30个点 我们就打30分之1 你看喔 它这边呢就分割成30个点 那如果你点数要多一点点 例如说60个点就更密集 180 这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曲线 好 我们把这个呢 远古RC上的这个点叫做RP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这个Polygon指令 RP 我这样子呢就建了这个多边形 而且它就算出它的面积 对喔 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绿色 把它填满 这样子我就利用多边形 建构了这个洛勒三角形 在下一讲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洛勒多边形 转起来